师傅 我明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李一新约我 说学校北门 开了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 你俩之前不是没那么好吗 现在怎么越走越近了 她也挺可怜的 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朋友 孙蕊他们还总在学校欺负她 我挺理解的 她跟严姐一样 虽然被欺负了 但还要自己撑着 一个人扛着 而且她真的拿我当很好的朋友 她还说要帮我收集 孙蕊匿名投稿的证据 不 真好 比赛点 又输了 你输是因为你不能及时反映 对方出的招 要不我帮你打一局 你去把玩起来 不用 看我的 我听你听过是 你去把玩起来 我都在买钱 我都在买钱 谢谢啊 我真的没有勾引她男朋友 是她男朋友 自己跟我爸的消息 你看 不用说谢谢 这种情况应该说 不用谢或者别客气 不用说谢谢 搞得他俩很熟一样 你男朋友有立场这么说吗 他应该这么说话吗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想勾引人家呗 对啊 想勾引别人呗 这就更明显了 怎么又说谢谢 跟我不要说谢谢 那他希望他说什么呢 你这么厉害 怎么不回去管管 你自己男朋友啊 小小小 那个男生跟孙蕊男朋友 微信头像好像 等很久了吧 还好 一会儿我们还打一场 你看吧 一会儿我们还打一场 你看吧 刚才那个人是孙蕊的男朋友吧 小小 小小 刚才的事情你千万别误会 你自己的事我误会什么 这么说你还是误会了 我跟彭旭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 我找她是为了套出孙蕊的电脑 开机密码 我怀疑微博上那些针对你的事情 就是孙蕊搞的鬼 如果匿名发视频的人 真的是他 那他的电脑里肯定有那些 处理过的视频 说不定咱们还能找到 微博上谈诬蔑你的证据 这样你的事情就可以澄清了 其实你不用为我做这些 你刚才那样 要是又让孙蕊看到了 不是该给自己烙画饼了吗 不光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我自己 你知道的 我在学校里没有什么朋友 而你呢 是第一个愿意站出来维护我的人 不想失去你 更不想因为我的事情 让你被别人骂 没事的 亲者自亲 网上那些不认识的人 说什么都不重要 我都当自媒体这么久 这点承受能力我还是有的 而且你那样去掏人家孙蕊的密码 可是会侵犯别人的隐私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必须跟你说清楚 因为你对我来说 是最重要的人 我不想你误会我 我真的啊 我对那个彭雪 是一点想法都没有 不管她是不是孙蕊的男朋友 我相信你 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 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 是吗 陈自然 你不要离开我 我求求你 陈自然 她呢 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人 小萧 你陪我去北门吃饭吧 要不明天吧 我下午还有课输赖在家里了 回去取一下 你住在东都天润 不是我家 我暂住在我一个朋友家 朋友 不会是男朋友吧 不是 就是普通的朋友 是在发展中的暧昧对象 我的车当中 我先回去了 拜拜 欣 伟号是2346是吧 对 师傅 我下午还有课 就只能把你约到这儿了 还帮我点杯咖啡啊 难得会主动找我 真是受宠落惊呢 小杰哥你就别逗我了 我是真的有事情要请你帮忙 你别忘了 你可是我的投资人 不会忘的 你放心 这个帮只要我帮得上 我一定帮你的 我最近在微博上 被影响号针对的事 你知道吧 我知道啊 我正打电话给你问你 需不需要帮助呢 需要 我是觉得如果说黑粉要去你家的话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想要不给你找一个住处 搬出去住 放心吧 我最近已经暂时搬到我朋友家去住了 那也行 不知道该不该问的啊 就是你最近 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确实有一个嫌疑的对象 但我打算从另一个方向入手 所以就想到小杰哥了 因为你人脉比较广 有没有可能 帮我找到微博上的那个大V 咱们从侧面打听一下 这个爆料人的背景 好 我帮你问了 谢谢小杰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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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谢得过早啊 这个忙不是白帮的 来 准备请 来 准备请 小杰哥 那我就不送了 慢走 希望下次多合作 慢走 好 送一下 肖老师很准时啊 什么肖老师 你别哪有开玩笑啊 你是我请来的心理咨询师 但要尊称肖老师了 那我是不是得唱您一声范总啊 谢谢老师 来 多谢范总 来